在雪兰的周星都庙骚乱事件中 受重伤的消整员莫哈默阿迪 昨晚宣告不治 让不少国人感到悲痛 阿迪的灵鹫在完成了解剖程序后 今天运回家乡极大安葬 除了多名消整官员和民众之外 首相敦马哈迪夫妇更是亲自前往机场 送阿迪最后一程 在医院和子玄搏斗三个星期 病情一度好转的消整员莫哈默阿迪 病情急转直下 最终在昨晚9点41分咽下最后一口气 宣告不治 消息让举国悲痛 阿迪的遗体在吉隆坡中央医院解剖后 今早由消整队领出 大批同僚天还没亮 就聚集在太平间 为阿迪诵经祷告 不少亲友也在场 拼疲事累 叫人异酸 早上7点多 阿迪的灵鹫从太平间移出 众多消整官员在两侧排队 举起右手致敬 阿迪的棺木上也覆盖着国旗 以表扬他对国家的牺牲 阿迪的灵鹫原本打算先送往吉隆坡和都亚消整局 进行禁礼仪式 但基局家属要求当局取消了这个计划 直接将灵鹫送往舒邦机场 并以直升机送回吉打家乡 阿迪的灵鹫抵达机场时 首相敦马夫妇特别赶来 送他最后一程 首相夫人西蒂哈斯玛难掩伤心情绪 频频失泪 直升机在早上8点50分左右起飞 上午10点多抵达吉打 阿迪回家了 许多消整官员甚至民众都赶来向他致上最后的敬意 而在中午祈祷后 阿迪的灵鹫被送往住家附近的伊斯兰墓园 长眠于此 阿迪今年24岁 隶属于舒邦在野消整局 他在上个月27号清晨 到雪州舒邦在野新都庙骚乱事件现场执行任务 但相信遭人暴打之重伤 不仅肋骨骨折 肺脏也破裂 期间他的病情一度好转 医生为他取下了叶克膜 但几天前他的病情再度恶化 最终不治 他和未婚妻原定这个星期六举行的婚礼 如今却变成葬礼 让人不胜唏嘘 如今他宣告不治 坊间为他追讨正义的声浪开始高涨 雪州副总警长拉西已经宣布 警方已经将案件列为谋杀案处理 NTV7综合报道